自真人版海贼王上线以后 就遭到了大量海米的群潮热讽 有人表示路飞长得太丑 有一股咖喱味 有人表示看到难美之后梦就碎了 无论是身材还是颜值 哪儿哪儿都不及格 还有人觉得这句的打斗动作就跟闹着门一样 就不能找个像样的武术指导吗 老铁文说的确实没错 以上的种种问题的确存在 但是你不可否认 本剧的还原度 特效甚至是场景搭建 都还是非常有质感的 就比如这个被海军 悬赏1500万贝利的小丑八计 再比如这个被海军 悬赏1600万贝利的百计克罗 无论是演技方面还是特效方面 都称得上一流水准 那么废话不多说 这集咱们就讲它 百计克罗 上级路飞三人在打败小丑八计以后 就踏上了伟大航路之旅 可还没行驶多远 他们就发现船要沉了 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就近找了个小镇上岸 在这里 路飞看上了一个非常豪华的顶级帆船 也遇见了一个肤色有黑的小骗子 乌索普 为啥叫他小骗子呢 因为这小子打小就撒谎成瘾 隔三差五的就和镇子上的居民们 嚷嚷着海贼来了 开始的他们还信以为真 纷纷躲进了家中 可十几年过去 海贼却一次也没有来过 从此人们再也没有相信他说的任何话 而今天 乌索普在听说路飞要买这艘船以后 立马表示他和这艘船的主人 科亚非常熟悉 于是他便带着一行三人来到了一个大庄园 可刚到这里 看来这次乌索普并没有撒谎 可亚非常惊喜他的到来 摆脱掉胖子后 乌索普走到二人身前 可亚非常高兴 于是便大摆宴席招待了他 以及他带来的三位朋友 可到了深夜的时候 管家克洛却露出了原形 因为只要过了十二点 可亚就成年了 到时候他就可以夺取可亚的全部财产 不过在此之前 他需要先解决掉可亚的律师 梅莉 可是没一会儿 乌索普就带着索龙来到了地窖找酒喝 而乌索普也在找酒时 被什么东西办了一下 转身一看 他直接惊了 晚饭时还有说有笑的美丽 竟然已经死了 索龙赶紧走过来看了看伤口 话音刚落 克洛就出现在了二人面前 乌索普赶紧躲到了一边 而索龙则显得十分淡定 因为他已经想起了克洛的黑猫海贼团船长的身份 可没想到索龙才刚好造型 就被尼仆打晕了过去 乌索普见状直接吓懵逼了 原来他们都是一伙的 好在他非常熟悉这里的逃生环境 并没有遭到克洛等人的毒手 克洛让二人把索龙的尸体处理好 避免出差错 一定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克洛表示不用管他 因为乌索普说的话不会有人相信 他说的果真没错 居民们不但没有相信他的话 甚至还给他一顿臭骂 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之前做的事情究竟有多么荒谬 就在这时 已经成为海军的克比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而此时 索龙已经被两个海贼扔进了一个枯井里 为了不留下任何痕迹 就连他的三把刀也被他们一并扔了下去 可就在他们走后没多久 索龙就醒了过来 那么如此之深地哭泣 他又该如何爬上来呢 另外一边 饿着肚子的奈美本想来到厨房找点吃的 却没想到竟看见了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陆飞 转头一看 这家伙竟然把一桶的绿汤全都给喝光了 说来也巧 这绿汤正是可雅的最爱 难道说陆飞是中毒了不成 就在他感到一脸懵逼之际 克洛的声音突然响起 来不及多想 他赶紧藏了起来 当他听见三人间的谈话后 他顿时就瞪大了双眼 他们竟然住进了海贼窝 然而这时 外面却来了几位不速之客 几秒后 带头的克比就按响了门铃 几人一脸懵逼 这么晚了 会是谁在按门铃 克洛打开门一看 竟然是几个毛还没掌权的海军 克洛不慌不忙 他表示乌索普自从母亲去世以后 他的精神状态就不太正常 全村人都想方设法尽力相助 但这个可怜的孩子从小就是这样 说的谎言一个比一个夸张 乌索普还想说点啥 但却被白毛制止了 因为他们来到小镇的目的是抓陆飞的 克洛一听 直接表示这里确实有一个 叫做陆飞的搭理小子 现在他已经喝得不省人事 如果需要的话 他会叫人把陆飞带出来 说吧 他就关上大门 拿起电话虫给二人打去了电话 没一会儿他们就把陆飞带出来交给了他们 乌索普眼见没人相信他的话 赶紧跑开了 这时纳美趁着女海贼不注意赶紧抄起家伙走了出来 女海贼醒来后 纳美早已不见了踪影 克洛刚要问问怎么回事 午夜的钟声却突然响起 是的 他们要立即杀了可雅 夺取他的全部财富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们甚至还将抵御海贼的机关放了下来 然后一行三人便开启了猎杀时刻 而这时纳美也推开了可雅的房门 他发现 乌索普此时也在他的房间里 在将他听到的事情说给可雅以后 可雅这才意识到 难怪他的身体一直很弱 原来他已经服用毒药多年 想到这里 他们赶紧从暗道来到了 科雅失去父母的房间之中 而此时的另外一边 白毛走到路飞身前正要撒撒气 可下一秒 他把喝掉的那桶绿汤全部吐了出来 路飞恢复过来以后 立即对克比说他必须要回去救人 否则那个管家克洛一定会杀掉他们的 话音刚落 白毛就举起了手枪 他表示他父亲常说 捉拿海贼生死不论 可还没等他开枪 他身后就传来了两声惨叫 转头一看 竟然是他的死对头索隆 克比没办法 只能任由二人离开这里 很快二人就回到了可雅庄园 而索隆则用一身蛮力生生地将大铁门给抬了上去 此时克洛已经发现了他们 可下一秒他就止住了动作 因为路飞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克洛怒了 一个瞬移就来到了他的面前 路飞直接轰出一拳 可却连根毛都没打到 接下来百计克洛就开始一边瞬移一边吹牛逼 他表示自己已经当了很多年海贼 至今为止从未试过手 所以今天也不例外 可事实证明 他这点雕虫小技 在路飞这里根本就不够看 他万万没想到 路飞的橡胶拳竟然会拐弯 接下来的别角打戏咱们直接跳过 这时路飞找准时机狠狠地抓住了他的双手 然后 等到他们来到楼下后 发现克洛的两个手下也已被索隆拿捏住了 再和科亚道别后 乌索普便和路飞等人一起乘着豪华新船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旅程 可是他们在东海上才行驶了不到半天的时间 他们就遭到了海军的袭击 等路飞拿起望远镜一看 活了个去 这俩竟然都是熟人 而接下来这一集 也将会是非常炸裂的一集